赵雅芝 我是不是想我贊你 想你… 想你… 謝謝 阿姨, 你經常聽別人這樣贊你的時候 有甚麼感想的? 我不是經常聽別人贊 但是聽到你贊, 當然很開心 那你有沒有想著 譬如明天老了之後會怎麼樣? 我沒甚麼想, 特別說老了會怎麼樣 但是我有一個伯母, 我很喜歡她 她現在到六十多歲了 我想我將來就會學一下她 因為她人很善良 還有到現在她退了休 她就很多時候去一些孤兒院 還有老人院做那些幫忙, 做義工 說回美, 我覺得美是很表面的 所以我說, 我不會怕老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個人的修養, 還有她內心的境界 赵雅芝在TVB拍了不少劇 而哪些劇是她最喜歡的呢? 如果你問我最喜歡哪一個劇集 真是考慮我 我不只喜歡一套, 我喜歡很多套 例如好像刀神一樣 我最喜歡這劇集 就是因為這劇集給人一種感覺 是很出勢的 那些味道有些很出塵的意思 如果主角清清就是生活在一種 屬於歸隱生活的世界裡面 完全是沒有名利鬥爭, 沒有理由衝突 最深和最容易記得 我相信是上海灘 為甚麼呢? 因為那時候觀眾對於戲裡面兩個主角 許文強和馮晴晴 他們一直愛得這麼苦, 愛得這麼慘 然後終於是要分離, 不可以結合 就覺得很可惜 我自己就覺得都不是, 因為人生就好像 永遠都是如意和不如意的事 都是苦樂參半 我覺得如果故事寫到好像有一點不完美 反而還會令到整個故事有些蕩氣回場 在眾多的劇集之中 趙雅芝拍過最神聖的角色又是甚麼呢? 當我知道要演觀音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自己當然覺得很開心 但另一方面我精神壓力都很大 因為觀音是一個萬人頂養的神 要演好這個角色 就一定要花很多心機在裡面 我除了看了整本關於觀音生平事跡的書籍之外 我還去到佛寺去拜候很多主持 跟師傅談談關於觀音平事的生平 究竟是怎樣的 另外我也看過很多觀音像 去研究一下觀音的神態和形象是怎樣的 看完觀音這本書籍 我就覺得對我自己也很有幫助 因為觀音的性格是很平和 很有耐心 我要演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當然盡量去投入她的角色 還有模仿她的性格 大家都知道觀音是吃齋的 所以我上安裝之後 我就希望自己可以吃齋 相信這一點可以幫助我演好這個戲 屏幕前的你都看到這裡了 還不給珠珠點贊關注加分享 您的關注就是我製作視頻的動力哦 最後分享一些趙雅芝有趣的拍戲現場 希望您喜歡今天的視頻 好, 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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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著 阿秋, 阿Dee 我在這裡叔叔等了你們兩天了 去那邊跟你聊聊天吧 好… 你們去吧, 去吧, 去吧 去吧, 去吧, 去吧 去吧, 去吧 去吧, 複娘吹吧 阿秋, 有件事我真的想問你很久了 上星期阿芝就告訴我們拍飛鷹的時候 就拍到傷痕累累, 你是大俠, 你有沒有這樣遭遇 你知不知道你錯得很厲害 你大錯特錯吧 為甚麼 因為我在飛鷹裡面 就是飾演大名鼎鼎的天下第一飛鷹 既然是天下第一飛鷹 沒理由會有傷痕累累的 那倒是 我不信你這個天下第一飛鷹拿得過我了 阿萍, 你知道嗎 有一次是他很水癖的 我綁著他在某樹上面還說不是 不是, 像是讓他讓他開心一點 你不用解釋了 阿芝說得出, 我相信真的有件這樣的事 阿芝, 你能夠制服天下第一飛鷹 就證明有兩度 實在, 實在 你能夠制服他, 所以女人不能夠賺 一賺, 輕飄飄就了不起 我聽你們兩個說話, 我發覺真的有點不妥 兩個都包吵頸, 像不服對方一樣 如果服呢, 其實他就很服我的 但是你知道, 你這樣當面問人家 人家當然不肯承認 你留意看飛鷹你就知道了 他千方百計的作弄我來棄弄我 其實他只想逼我娶他 其實他在裡面逼我們兩個成親 是三方家長才對 但是我之所以經常鼎鼓他 因為他經常自以為是 我想教訓一下他, 挫一下他的銳氣